大家好 今天是什麼日子啊? 今天是我們這一組報告我們厲害又完美的作品啊 那我們就說我們的國伴出來吧 這是我們的大意 這次呢曾經擁有全世界的財寶的航海王宏金 海賊王宏金頭截留下來一個大寶藏而過世 全世界的海盜都爭相尋找這個 被稱為一個大祕寶的神秘大寶藏 那海賊時代有一個崇拜海賊的男孩 他的名字叫魯夫 他相當崇敬停留在他們村子裡的海賊團首領捷克 某天魯夫不小心吃了捷克他們的佔領裡 惡魔果實中的橡膠果實 那個果實能夠賦予他一種能力 就使他一輩子都不能游泳 魯夫的身體變得像笑膠一樣長 能夠不可思議的任意拉長 後來捷克在村裡和停隊的三賊發生爭執 魯夫他們被綁起手腳丟到大海中 就在魯夫遭到海王內襲擊的瞬間 捷克其實出現救了魯夫 但是這場解救之情 卻是用捷克的雙手臂換來了 航海王的作者韋田龍一郎是日本有名的萬華家 哇你對這方面的還真厲害呢 蛤你忘了我可是萬事充的 好好好萬事充 我還喜歡一部叫青枝驅魔式的動畫 我有好多好多的照片商品可以跟你分享喔 就等著一時間無聊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 那海賊王的經典財困好像忘記講到了 財富民生之地 擁有這世界上的一切海賊王的耳朵結 在臨行前說出了一句話 想要我的財寶嗎 用的話全給你吧去找吧 我把世界上的一切全都放在那裡了 這個是航海王的周邊商品 雲真 那我們等一下打A9一個囉